来看Michael Jackson的猝死案 家庭医师莫瑞因为过失杀人 被判处四年的徒刑 现在仍然在服刑当中 但是家属对Michael所属的公司提出的民事诉讼 今天有了判决结果 陪审团认为Michael所属的安许慈娱乐集团 对Michael的死不需要负担任何的责任 虽然公司雇用了莫瑞医生 担任Michael的家庭医师 但是雇用当时莫瑞并没有不良记录 而且集团也不知道莫瑞个人的高额负债 因此安许慈娱乐集团 当时并没有做出违反常理的决定 所以不需要赔偿